每年的三福,我会建议大家喝黄芹粥 黄芹是补气的,我们把它跟粥放在一起煮 补养的效果会更好 这样会让一整个夏天我们都会过得很舒服 而且当我们喝一整个夏天的黄芹粥之后 到了秋天,还会发现身体的抵抗力增强了 以前爱感冒的人会发现不那么容易感冒了 我们用黄芹煮粥的时候还可以加一些芙苓 这样一来,去湿的效果更好 一个夏天喝下来,湿气去除,人体还会瘦一些 我们准备原料,黄芹60克,芙苓30克 然后准备一些杂粮,你可以用顺时粥的配方 这样的一个比例可以给一家人两到三口人来喝 您还可以根据人数来加减 做法是把黄芹切成片 然后和其他的粥料一起煮熟 您也可以一次多煮一些黄芹水 然后把黄芹水用来煮粥 吃的时候,我们把黄芹片挑出来就可以了 吃时候,可以再做饭 吃时候,不也要这么冷 吃时候,不然好吃 吃时候,不然我可以帮你 吃醉汁 就像这样子之外 那么有点 看吗